中国最牛官细户,奶奶是慈禧,大博是光绪,哥哥是溥仪,还有谁? 大家好,欢迎收看频道讲历史第48期节目。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最后被各路军阀拉下马日本人府, 时他建立了维满洲政权建国后,又接受了新中国的改造这一生可真的使命, 运多船让人唏嘘感叹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主角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兄弟,爱心觉罗普任。 爱心觉罗普任,爱心觉罗普任和普仪,普杰是三兄弟对于普仁可能大多数看官都不熟悉, 其实他出生于1918年将,生的时候普仪已经被逼退为了普任, 也是三兄弟中最长寿的,活了足有97岁,直到2015年才适时他性格沉稳, 不在乎所谓的荣华富贵与名利之所以,在历史上并不出名是因为做人低调, 并且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普任可以说得上是西出名门,在清末十地位,从高几十年的时间里他的家族, 纯王府出了两个皇帝,一个就是光绪帝,另一个就是末代皇帝普仪词, 喜是他的奶的光绪帝,是他的不父宣统帝普仪,是他的哥哥出身于一个这样的家庭, 他没有选择也没有因为自己出身高贵身份显赫就洋洋得意。 高高在上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 他为自己代言其实在末代皇帝普仪,建立了威满洲政权之后, 曾经邀请他去威满洲政权里任职不过他十分, 坚定地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民主共和, 才是大势所需封建帝制以及一切伪政权, 将会被推翻后来他立志现身于教育事业, 在父亲以及朋友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学堂。 不仅如此,他为人特别低调随和有礼貌, 一辈子也没有出席过什么重要的场, 和在建国初期得到很多人的尊重, 并且交了许多朋友还十分节俭喜欢。 做慈善事业建国后,他写书画画维持生计, 所得不菲可是他没有用这些钱去修善漏语的破房子, 而是以无脑地捐给了慈善机构, 他和老伴就依靠着退休金。 艰难度日抛开他的出身, 不谈这个老爷子人格是伟大的他的行为, 也值得我们去学习与赞良, 不管是仆人还是仆仪他们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当中, 社会流,给他们的选择并不多英雄不问出处, 社会主义社会,也是人人平等, 只要他对这个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 就是值得我们铭记的人创作不易情赏赐个关注。